看到計程車問蔣一下車 轎車駕駛立刻跟問蔣反映 說他車子擋在路舟 後面車輛無法通行 沒想到兩個人卻當場發聲口叫 轎車駕駛當場發飆 全是因為小黃問蔣 當時回頭嘴巴念念有詞 讓駕駛覺得好像在罵人 氣到考慮對問蔣提告 就在那個他後面等了很久 他一直都不離開 之後我們就 我朋友就給他按喇叭 按喇叭之後他還是不太愛理會 這樣子 之後他就是下車 很兇的樣子 我們大哥基本上是沒有 跟他有入罵三日經 或者甚至一些眼裡的一些挑釁 詢問計程車車隊 車隊公關表示 當時問蔣是把車停在路邊 等客人買早餐 因為後方駕駛對他猛按喇叭 他才上前瞭解 問蔣也沒有對民眾有入罵等情形 不過計程車當時 直接停在馬路中央 馬路只剩三分之一 一旁又是雙黃線禁止跨越 小黃黨在路中不走 後方車輛進退不得 難怪其他用路人會生氣 就是一直等他 等他開走 我們再前進去 因為我們這樣子是雙黃線 就你一向出去的 所以我們也不想這麼做 警方表示 針對計程車問蔣 把車停在路中違規行為 可開罰300到600元 雖然司機喊冤 當時只是在等客人 停一下就走 但畢竟馬路屬於公眾用物 司機為了一時方便 引發後續遭控嗆人 以及違規挨罰 實在得不償失 記者吳國鎮 陳昭谷 高雄報導